刘真日前因动心脏手术昏迷中 目前正等待换新机会 老公星龙更向外界喊话 表示愿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刘真 因为四岁女儿不能没有妈妈 未料昨三日深夜又传出 刘真因脑出血动胎颅手术抢救 而星龙则是选择电话关机 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 刘真先是因为心脏手术 昏迷不醒 现在又惊传脑出血动胎颅手术 消息一传出令网友担心不已 纷纷急气为刘真加油打气 盼他能度过难关 然而据No News报道 刘真目前情况未明 致电给丈夫星龙 对方手机仍旧关机中 断绝与一切外界联系 内心焦虑可想而知 星龙上月27日首度打破沉默 在脸书拜托外界帮妻子刘真急气 盼大家帮助刘真度过生命大难关 刘真需要大家帮助他度过生命的大难关 我星龙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刘真的生命 因为女儿才四岁可以没有爸爸 但是不能没有妈妈 也透露此刻的她脆弱迷惘 但是告诉自己不能崩溃 祈求朋友们能继续为刘真祷告加油 意外和明天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才四十出头的国标舞女王刘真 遇到了人生之中最大的难关 那就她在接受心脏手术的时候 没有苏醒过来 目前仍旧还是在医院接受着治疗 3月3日坏消息再一次传来 刘真在心脏手术后的第25天 因脑内缺氧引起自发性出血 医院方面不得已对她进行开颅手术 从台媒方面传来了关于星龙的消息 星龙当下已经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自从老婆刘真治疗出事之后 她整个人都已经到了最痛苦的状态之中 而且压力非常的大 3月3日之前 4岁的女儿被她照顾着 而且她还不知道妈妈正在与死神搏斗之中 如今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有看到 妈妈的4岁女儿哭着要找妈妈 出于对她的保护 星龙也只能断掉与外界的联系了 而最伤心的就是爱着她的老公星龙 早在前面星龙也是公开的对媒体朋友们回应了 声称老婆刘真的状态非常不稳定 而且仍旧还是处于无自主意识之中 希望大家给她力量 给她勇气 也相信会有好消息传来 其实刘真病情到了如今这一个地步 有网友非常肯定地表示 她可能真的难以熬过这一关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刘真这一次 恐怕面临着与死神最大的搏斗 她目前的身体太虚弱了 情况很不乐观 早在前面老公星龙就通过好友吴宗宪 透露了医院方面的救治方法 在装上了叶克莫过去了 15天之后 刘真几乎就要靠自己的自主意识醒过来 如今已经过去近一个月 医院方面也只有靠机器给她续命 如为刘真又要面临着开颅手术 一切对她这个美女来讲 简直就是太残忍了一点 她真的还很年轻 希望上天能对她好一点 毕竟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 在家里等待着她回来呢 希望一切平安 国标女王刘真三日晚间惊传阴脑出血 必须动胎颅手术 辛龙对外则是关机找不到人 据悉 原本她属于EA的高危险等级 等心脏移植可在100人以内 但如今动了胎颅手术 表示状况严重 不是很乐观 且脑部如果持续恶化 能够移植心脏的几率就会降低 刘真被发现有自发性脑出血状况 一度传出脑部也缺氧 据中国时报报道 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心脏内科 主治医师江硕如表示 两种状况的确可能合并发生 而刘真出现以上状况 意味着病情不是很乐观 心脏移植的顺序也会再往后延 神经外科医师蒋永孝也表示 如果会动到胎颅手术 都是属于严重脑出血情形 如果血块没清除干净 脑压越来越大 脑功能就有可能完全丧失 事实上 长时间使用叶克末会有许多病发症 包括脑出血或是脑中风 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必须施打抗凝血剂来 防止血管酸涩 如果脑神经受损状况严重 患者还是处于昏迷状态 那接下来做人工心脏或换心等治疗都没有太大意义 心脏权威魏征先前接受 Eaturday新闻云医药记者电访时提到 刘真目前可能是以心事辅助器支撑 但不管是心事辅助器 还是叶克末都会让患者很不舒服 心事辅助器用久了更可能 因为血球破坏引发溶血症 过去振兴医院的案例中 醉酒曾装三个月 幸好当时病患幸运等到了心脏移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